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平安 大家好 我是庄亚伦 今天我们继续路德纪讲义第四讲 托阿斯后代路德 经文在第二章的十四节 一直到第三章的十八节 这里头的醋 是农家自己用古物发酵制成的一个酸酒 是希伯来人日常的饮料 据说面包沾这种酸酒的吃法 是很刺激胃口的 增进食欲的 又具有解渴的效用的 烘了的碎子 将刚刚割下来的麦穗 用小火来烘热烘熟 拨去了这个外壳就可以吃 这一种吃法一方面是感恩吃这个出熟的果子 一方面也是方便 对这个新麦穗还没有晒干 烤来吃特别香甜的 那么饭后路德又去继续工作了 托阿斯吩咐年轻的南普人 就算是路德在和捆当中拾取麦穗 也必须容许他这么做 不可以去羞辱他 这个使得路德的工作更加容易来进行 托阿斯亲自下达命令 并非经由监工 显然让这个十岁的人靠近和捆是很危险的 但是托阿斯却愿意让路德享受这个特权 路德十岁直到晚上退出了一整天的工作 接着他就将所拾取的麦穗打了 得到的约有一依法大麦 一依法就等于释迦伦 那么对一个拾麦穗的人来说 一依法是很大量的数量的 那么这个意味了 托阿斯的仆人遵守了托阿斯的吩咐 同时表示了路德辛勤工作的一个结果了 路德也拿出了他吃饱之后所余生的这些食物 托阿斯不单只是给路德一些食物作为午餐 然后也给他一些残摇剩饭 显然托阿斯给了路德许多的食物 以便他可以把没有吃过的食物带回去给奈米的 路德带着麦子回家 告诉拿米所发生的事情之后 这位有智慧的犹太妇人 就知道了耶和华的计划顺利的展开来了 他知道托阿斯是路德已经去世的丈夫的近亲 那么并且觉得耶和华准备在他还有路德的身上施展奇妙的作为 因此他就鼓励路德要继续到托阿斯的田间去拾取麦穗 拿米想到的是身为寡妇的他们过着遭不保夕的生活 因此希望为了路德做更好的安排 他又在后面加上了使你享福 更印证了这样的解释 身为寡妇 路德和拿尔米所面临的只是困苦 拿尔米着急的替路德来找到安身之处 给他丈夫 而且要给他有家 所以他放弃路德先前给他对婚姻和贫穷的许诺 反而建议他要趁着夜晚扑阿斯到场上 扑大麦的时候就下到场上 路德是一个在以色列人中间的寄居者 他不认识当地的习俗 所以需要别人详细的讲解 要求近亲保护或者属嫂之婚的这些习俗 他都不知道 但是拿尔米却教导他告诉他了 扑阿斯完成了他的工作 还有吃喝以后就去休息了 路德就掀起了被子 躺在他的脚边 看来这个行为对我们现在的文化来说是不容许的 但是他却是当时候在那个年代里面 那个时候里面被人们所接受的习惯 并非邪恶或者猥亵的事情 那个时候仆人虽然在他主人睡在他主人的脚下 甚至也跟这个主人一起共用被子 是常有的事情的 夜半醒来 扑阿斯发现路德在他的脚下 当他要求他近他救赎近亲的本分的时候 他没有斥责他 反而祝福他了 那么第二章十二节的翅膀跟这里的一径翻译是同一个字 扑阿斯赞扬路德寻求从耶和华而来的庇父 此外他也是一个贤德的女子 这个比珍珠还要贵重的 那么扑阿斯就称许路德对他是有恩的 因为他们全然的把他自己献给他了 比他对娘家还有拿尔米一家更忠诚的 那么少年人无论是贫富 你都没有跟从 这个是在赞许路德向扑阿斯求婚 并非凭着个人的意愿 而是按着规矩来行事 很可能路德已经接到一些少年人的提亲 但是他都一概的拒绝了 他一心想要为他的王夫的家来实践生子存名这个责任 因此扑阿斯才说他末后所给的恩比先前还要更大的 摩西的律法说明了 当一个男人死的时候 如果没有遗留下血脉 他的兄弟就应该娶他的妻子 借以来延续家族的姓氏还有土地 对于一个男人死后的没有儿子尤其重要 必须有人娶那寡妇来替他生子 序后 但是呢 拿尔米没有别的儿子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 跟死去的男子最有血缘关系的人 可作为至亲亲属 还有跟他这个寡妇来结婚 但是律法上面并没有说 他必须这样做 如果他不愿意 那么另外一位次等写亲 就可以取代前者的位置来娶这一位寡妇 如果说该女子得不到任何亲属的帮助的话 也就是说没有近亲想要来娶她的话 那么他就只能够独自的困境当中 度过他的下半辈子了 那帮阿斯是以利米勒的亲戚 他是迎娶路德的最合适的人选 作为救赎的近亲 他不但是合适的人选 他更是愿意的 做亲属的有三种义务 第一 他的兄弟如果因为贫穷而被变卖了土地 或者他自己卖了成为奴隶了 那么做亲属的要为他赎出来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他的兄弟如果身体受人家侵犯了 或者伤害了 做亲属的要去为他报仇 第三 他的兄弟如果膝下没有人 而后来他死了 做亲属的要与他的亲妻子同访 生子做他的后事 做他的后裔 那这是圣经旧约的时代 就是这么样的教导的 路德就躺在普阿斯脚下 直到天明 普阿斯替他戳了六波鸡的大麦 扛在他的肩上 这向路德显示他的爱意了 也向南尔弥证明 他是有负责任的 绝对不会拖延的 路德是一个高尚的妇人 佩德普阿斯的人子 但是我们却是不佩德的罪人 然而主仍然复辟了我们 看我们为佩德的 当南尔弥听到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他就叫路德安坐等候 这四个字很重要 安坐等候 这个复杂的事情的结果 那么这个常常是最难有信心的时候 我们不可以再做什么 唯有耐心等候 神施展他的大能来完成他的旨意 其实我们不需要焦急不安 只要我们专心的仰望主 就要看见他为我们所成就的是何等大的事了 愿上帝帮助我们 让我们学习安坐等候 等候看神如何来带领 好了我们今天就暂且谈到这里 下一次我们再继续的谈吧 再会 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